近日,陈嘉玲导演与肖战等人在某鲁味餐厅聚餐 当天,陈嘉玲先行到达餐厅,然后在门口等待 许久以后肖战才乘车到达 见他准备下车,周围几位助理随即冲上去给他撑伞 而肖战戴着帽子下车后,迅速就冲进店内 紧接着便快速前往包厢 而陈嘉玲则紧随其后 过了一会儿聚餐结束,肖战的保镖先出门查看情况 看四周没人,这才喊肖战出门 而肖战依然化身风一般的男子,匆匆上车离开了 之后,陈嘉玲才与其他人一起出来 而同行的还有孟子义和汪卓成 之间孟子义抱着宠物狗先行离开 紧接着,汪卓成与大家挥手告别后 很快也进入座驾 而陈嘉玲接过朋友的伞,迅速乘上自己的座驾离开了 据悉,肖战、汪卓成和孟子义早前曾与陈嘉玲导演合作 看样子,今晚是难得的小伙伴重聚 期待他们下一次再合作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